第四位 今天 claiming some music 學校的是 represented imputations 我還記得舊麥克風 現在又賣誰 醫生哥我想問你喔 牧師給你最大的幫助是誰 牧師給我最大的幫助 其實我現在42歲嘛 那牧師在文山42年退休 那你就知道我一出生他就在這裡 他給我最大的幫助就像爸爸一樣 其實小時候我爸不常在我身邊 但是來到教會牧師常常在我身邊 他總是在旁邊用像父親一樣的微笑看著我 所以我覺得他給我最大的幫助就是安定感 只要有牧師坐到最後面我覺得我一無所懼 那這樣子從牧師的身上啊 有沒有曾經得到什麼很受用的話可以跟我們分享 牧師在每個階段會給你不一樣的東西 像我在當少器輔導的時候他給了我一本法規 教會法規 然後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就有去去翻 就會發現說更了解長老會 為什麼在各團器裡面去成立那些同工幹部 然後等我做長老之後 他給我的一句話讓我很深刻 他說從今天開始 你要準備好在任何的時刻 任何的地方 任何的一個機會點上面 人家找你禱告 我覺得他在每一個時段裡面 他給我的話語就是給我 那個當下我需要的 但是我想他應該會忍很久吧 因為我從小 就在他的面前像小屁孩一樣 但是他可以忍得住 到了那個關鍵點然後才告訴我 我現在可以做什麼 我現在可以學習什麼 所以他的話我都很深刻 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 如果這世界上 無論什麼東西的禮物 你都有辦法得到 你最想要送給牧師的是什麼 我想要送給牧師的是 隨時歡迎到我家來住 因為牧師常到我家來 可是牧師沒有在我家住下 至少在我記憶上是這樣 所以我給牧師一張 隨時歡迎來住宿卷 就是不管你什麼時候都歡迎你來 而且這也是我做到的